来这里打卡 我是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张一琦 今天带大家打卡的是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我手里拿着的是1953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 在头版有这样一篇文章 黄河流域勘测工作正在积极进行 文中写道 治理黄河是一项非常复杂和艰巨的工程 不仅要根除黄河的水灾 而且要充分利用黄河来发电灌溉 发展航运和其他种种有益于国民经济的事业 新中国成立之前 黄河的治理是被动的防御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后 系统开展了几次重大的规划 55年关于根治黄河水患 开发黄河水利的报告 奠定了黄河治理的总体格局 2002年国务院批复的黄河近期综合治理规划 系统形成了黄河治理的总体布局 历史上黄河水患频发 给沿岸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新中国成立之后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对黄河水患的治理 1952年毛泽东主席在黄河岸边 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 已经80岁的王卫金 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核物局局长 谈起治黄经历 1985年的洪水令他印象十分深刻 温县梦县交界地方出现的恨河 就是河道啊 他是冲着大地去了 西黄处的一个主任在那抢险两天两夜 后来是正好到吃饭的时候 拿了个包子咬了一口 他从那个大地方咕噜咕噜下来了 叫起来说太困了 睡着了 抢了26个昼夜 最后稳定了 减停最多了一年 大概就是96年 1000多次 上世纪90年代以来 由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黄河的水资源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 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在1997年 断流河场已经达到了704公里 断流天数已经达到了226天 还有水污染加剧 河道形态恶化等一系列的问题 已经严重影响了黄河两岸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 针对黄河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不断的采取新的措施 来保证黄河的健康发展 确保全流域的防洪安全 用水安全和生态安全 总书记在2019年的9月18号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座谈会上 提出了重灾保护和药材治理的总体要求 为黄河治理提供了根本的遵循 在黄河的源头区 我们提出了要加强水源含氧保护 不断提升水源含氧能力 在黄土高原的水土流逝区 我们提出了包括旱作提前 包括渔地坝 包括固沟保原的系统减少水土流逝的措施 黄河下游和河口湿地 我们也提出了加强湿地保护的措施 一条黄河干流和13条主要支流的系统保护的措施 来加快构建三区一辆道的中期保护格局 从这个宗书记事杀之后来 我们已经成为殖命的汪红大咖地 这个地方位置非常特殊 往下游看出来有三座铁路桥 第一座铁路桥是在1906年 第一条铁路 中间那一条铁路是咱们1958年开始 咱们中国人自己性设计 自行建设的一条铁路 在下游那条铁路是咱们建的一个高速铁路桥 往上游看出来就是这条高速公路 正好为中下游的分解线 穿过这个套华语 把这个语系列中重要的一些理由和文化资源 喘结起来 这条非常重要的高速通道 如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已经成为重大国家战略 黄河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未来黄河的防洪防汛不仅会进一步加强 还会在生态保护 水资源利用 高质量发展和弘扬黄河文化方面 取得更多的成绩 我们有了有相信 未来黄河一定会发展的更好 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开车啊 我从哪儿开始说 这是断楼的 从这儿吗 你从哪儿去 哈哈哈哈 谢谢ique